我自己这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就是与一切众生有尊重心 不敢侵卖一个人 为什么佛告诉我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我把它怎么看法呢 我把它看一切众生 过过度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化身 化成男神 化成女神 化成富贵神 化成贫贱神 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尊重心就生起来了 我慢已自然没有了 瀑陀佛是愿 地也愿离今诸佛 离今诸佛 说佛 佛是从相上讲的 相是平等的 诸佛所限之相 这些人有对我很好的 也有以恶意对我的 批评我的 毁谤我的 甚至于陷害我的 障碍我的 那些人全是阿弥陀佛 我感恩呢 为什么 他在考验我了 菩萨六度 普行神愿 我能不能观观通过 瞬间不期贪心 逆境不生成灰 佛菩萨的出口 提了靠我 我要欢欢喜喜 观观通过 你生多快乐 人家一骂你 就生气了 气几天 都气生病了 你说你多苦啊 多可怜啊 人家骂我的时候 我听到了 想一想 有没有故事 有这改之 无这加勉 不管我有没有 我都对他顶礼 我都敢跟他 他提醒我 所以真正会修行 睁开眼睛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了 你能不成佛吗 你还要分别妄想职者 那你可麻烦大了 你到哪一生才能成就啊 看到顺心的喜欢 不顺心的烦恼 这就是你的病 这就叫轮回心 这就叫造轮回业 念佛也出不了流的轮回 如何把轮回心转成 一切中之心 这叫真功夫啊 把轮回业 转成无上菩提业 外面境界 佛经常讲 静随心转 我们用什么心 外面境界全随我们转 若能转近 则同如来 冷言经上说的 你不能转近 不应接转 这反复 你有能力转境界 你成佛了 所以佛经里面的 教育的理念跟方法 跟世界完全不一样 有很多恰恰相反 那么现在人相信科学 我也相信科学 我常常看科学报告 但是我能用科学报告 来证明佛法 我没有随他转 我让他随我转 有任何科学